小童玩具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小鱼姐姐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玩的玩具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快看 今天小鱼姐姐又带来了植物大战僵尸的玩具 那就说明今天一定要植物大战僵尸的故事了 那么一起去看看吧 第一波小植物来了 第一位是我们的桃子 这是我们的菜问卷心菜头手 这边呢是我们的香蕉 我们的白萝卜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闪电芦苇 第二波小植物来了 第一个是我们的猫尾草 可以变脸的我们的坚果 这边这个呢是我们的玉米加农框二代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向日葵了 我们一起进入植物大战僵尸的世界吧 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 一定要出去玩 不过最近僵尸老实出没 我可得小心一点 说僵尸到僵尸就到 哈哈终于是你一个人了小葵 今天我一定要吃了你 哈哈 啊 居然是教师 好怕呀 可是 可是你不要伤害我 我可是有很多的好朋友 会把你打得稀巴烂 好朋友在哪儿啊 等他们来了 你就已经进入我的肚子里了 哈哈哈哈 看我要召唤我的好朋友 打败你 召唤植物 香蕉 采纹 坚果 白萝卜 桃子 闪电芦 芒尾草 让开 让开 最重要的是我 杀伤力爆棚的玉米加农炮来了 就是你 欺负我们小葵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好怕呀 小葵都说了 他有一群好朋友 你非要不信 这下你完蛋了 哈哈哈 玉米加农炮的脾气可是很大的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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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敢了 这都是你说的 递好几次了 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别呀 别呀 别 别跟他废话 打他 看我的吧 玉米加农炮 这是怎么回事 哟 哈哈 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 啦啦啦啦啦 却连我都打不倒 哼 气死我了 兄弟们 扁他 真的是太可怜了 本来还想放他一马呢 哈哈 呀呼 谁让他自己嘴欠呢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故事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玩具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哦 下期见 拜拜